哈囉,歡迎現場的觀眾回到我們 WACO LA新聞醬包 最後我們要進行到的是 好物開箱 邀請到我們Jacklyn一起跟我們做好物開箱 好,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好物呢 就是吃起來咳嗣咳嗣的Trader Joe的零食試吃 然後我這邊呢這一包呢是 酥脆麻糬塊 酥脆麻糬塊 那這邊呢是爽脆薯條 也可以叫土豆條 這樣子就是薯條的意思 那今天呢幫大家試吃這兩個 然後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 不管你是來美國求學啊 或者是你在這邊生活的話 家裡總是要準備一些零食 不管是朋友來Hangout的時候 或者是自己在家無聊 有些嘴殘想要吃一些小零嘴的時候呢 都會呢要吃一點東西 那我們今天推薦這兩個 我們來試吃這兩個 然後看是不是呢口味很OK 然後可以推薦給一些像我這樣的 單身狗這樣子好不好 好,那我們先 傑克你想要吃哪一包先 吃這個麻糬的好了 先吃這個麻糬的 因為麻糬又可以酥脆 我想要吃吃看是怎樣 身為一個甜點師傅 對不對 麻糬跟酥脆 這兩個是可以用在一起的東西嗎 是可以用在一起 但是做成餅乾 我是沒有見過 所以想要挑戰看看 對 OK 好,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那這個呢 先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麻糬 酥脆麻糬塊呢 它是Trader juice 然後一包是2.99塊 然後不同於軟軟黏黏的 它是非常有嚼勁的 這個糯米的一款輕的零食 然後是聽說呢是好吃到會停不下來這樣子 那如果沒有停不下來怎麼辦 其實我講實在的 就是我們吃這個 不要有壓力 你覺得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講不好吃 當然可以說 因為我大概吃了 我們烤 我自己開箱開了大概8次左右吧 只有一次我就覺得好棒 其他我就 我就直接講很難吃 很真實這樣 我們真的沒有在接廣告的好不好 所以你先拿一個 給大家展示一下 對我們先拿出來給大家展示一下 這個是麻糬嗎 這是麻糬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目前看不出來 這個怎麼可能 他是說跟他相似的工藝 只是沒有經過就是發酵那些 而是就在做完那個團子之後 用另一種方法去把它控炸和烤 所以他原本是麻糬 所以吃起來沒有麻糬的口感 剛開始就是工藝是一樣的 但是做最後有一反擊的話 他可能是其他的島征之類的 另一個手續 而他是通過 抽水 抽濕 抽濕 然後把它炸起來 所以 剛開始一樣 但是後來恩公不一樣 之後就變成這些包 好 手有點痠可以吃了嗎 先吃一下這個 不要遮眼自己的情緒 表達出來真實 這一個 這款美食應該不能叫麻糬啦 對 對 這個 你裡面吃不出來有麻糬的感覺 他是 類似小零嘴啦 可是 他跟麻糬感覺是 可能是遠房親戚這種概念 對 所以他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他應該只是用糯米做的 對 因為他 餅乾 嗯 但是吃不出來 大部分說這裡是麻糬 嗯 對 真的沒辦法說是麻糬 因為其實吃起來 因為麻糬 大家想要麻糬是 很黏稠 然後可以拉這樣 可是他其實吃起來就是一塊 脆脆的餅乾 對脆脆的餅乾 這樣 但 我們先不管是不是麻糬 但是是蠻好吃的 對 是刷水的 嗯 嗯 就是很適合一口接一口 一口接一口 這種感覺 對 所以 會吃鹹或很鹹嗎 嗯 鹹蛋我覺得都正常 對 就不會太鹹 也不會說沒味道 就是 是可以一口接一口啦 但不能說自己吃麻糬 這一款其實好吃 我覺得是好吃的 而且他 就是那個鹹不會讓你就是 像有時候 不會很絲鮮 對 就是有時候吃Torritos 你吃到一半 沒辦法 要趕快配個可樂或水 這個鹹不會 這個可以 嗯 但是我一個缺 我一個不要說缺點 就是說 不能打麻糬的招牌 對 不能說自己是麻糬 對 像有點被騙的感覺 好 那我們一樣 先休息一下 進一個Coffee Break 我們等一下要試吃的是 爽脆薯條 好 我們等一下回來哦 我們是不行去吧 我是不是說甚麼 第二個 我們是鼻子 一邊 我們是 哎呦 你是 我們在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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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